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这是5月31号文贵的报平安视频 这几天来一直在忙闭门听证会的所有的事情 有时候这个很多想法呢特别想分享给所有的战友们 但是由于确实时间和精力有限 这个有些事情只能等到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再大家分享 这几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 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关于六四就这几天就到了 我对六四的看法和我想说什么 6月2号我可能会上澳大利亚的秋月手和暗红女士的一个新的频道的一个节目 这个在那个时候呢我可能会讲一些我的观点 但是呢我想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事情的是 昨天晚上我和一位这个老领导啊这个通电话 我老领导当年在六四的这个之前 我说五月中的时候 我说我和你在一起 这个我去捐钱 你告诉我说 这很可能像是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一个政治较量 都是牺牲品 然后后来这个学生的事件呢 你很担心 后来都让你预测对了 我现在这29年过去了 海外现在很多人在谈论这六四 您怎么看法呢 老领导啊这作为安徽人 用了安徽的枪锅发音我别学了 我一学你们都受不了啊 然后呢就说 哎呀他说这是我也看了一些 他说最好啊 他说这个六四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悲剧 他说在海外啊大家都可以说去认真的去探讨啊 这个悲剧发生的原因啊和避免悲剧再发生的各种手段 但是不要把这个悲剧变成了喜剧 不要说把这个六四的悲剧变成了某些人的发财工具 不要认为很多人就好像过年一样到六四啊 大家去这个磨点这个芥末掉点滴眼泪 然后呢去讲讲话 然后拉一些人在像头里边照照相 一共十几个人七八个人搞个什么噱头 然后就是一如既往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29年不变的捐款 然后人家的话让我感触颇神啊 我想起当年在看罗所里边被枪毙的那个 那几个人 我说过有一次 我多次说过有个孩子 枪毙的时候定的罪行 叫强奸幼女碎尸罪 这个人家一再跟我说 一再跟我说 中国这个民主文化人民 就像干柴烈火一样 需要我们去点燃 永远没忘过啊 从来没见过他妥协 从来没见他求饶过 几乎所有的犯人被打 就地跪下 他经常我们听到他拉到外面打去 只听到咕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啊 啊 啊 这麽叫叫 但没有听到他 球啊磕头啊 悄悄你了 别打我了 没听见过 因为我们那个尖号和那个墙 那个深墙之间相隔就是五米 五米一个是高墙 铁网 然后五米这边是一个 这个尖号的一个平顶 平顶上是笼子 武警在上面走 也是放风的地方 然后这个笼子后面是高的 是关囚犯的地方 说就那么近 每天都听到 我感触太深了 永远不能忘 这是个绝对的了不起的真正的英雄 希望不要把这些无名的英雄的悲剧 变成我们的某些人的发财的工具 和变成了喜剧 这是真的老领导说太好了 另外一个 我给老领导顺便问了一句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文贵到这该反不反习 反不反共产党 他说你不是说了吗 成天反乌托邦吗 你不是成天反乌托邦 乌托邦就不是共产党吗 老人家当然有机会了 不许说多 实际上 中国现在的问题 只要这个乌托邦体制 共产党不被灭了 不被改变 中国谈啥都是假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地上今天 真的必须变成假的 假的必须变成伟大的 真的没有活路 真的没有机会 真的没有尊严 假的发财升官 有女人有票子 还有权力 还有尊严 慌不慌唐啊 不就来到乌托邦呢 在中国 善的被欺负 善的没未来 善的甚的没生命 还没安全 饿的有大权 有美女 还有美食 还能得到尊重 何等的荒唐啊 善恶颠倒 真假不分 这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人类的悲剧吗 来自于哪里呀 不就是来自乌托邦 共产主义嘛 要就今天的共产党嘛 所以呀 这感触太深了 29年前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前天 昨天 可是我们29年了 为了发财 为了赚钱 为了统治 这个国家竟然不让有信仰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 怎么可能有安全 有尊严 有公平 有真假之分 善恶之分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 不允许信仰 要信谁呀 他只能信钱 信钱的结果是什么呀 就没有道德 道德是就是人的底线 人和处分之别就是道德 道就是手段 德是标准 做人的手段和标准 都没了 就谈什么法律和信仰嘛 还谈什么善恶呀 那么今天就因为如此 中国现在社会上都是叫现实主义当道 一切以钱为主 这是为什么六四的时候 那么多人死了以后 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到今天29年了 到底死多少人 那个坦克人到底怎么回事 没人说出这一项 大家都在抹着鼻子 掉着泪 伸着手 拿着钱 弄着名 弄着民主民运 还什么民主民运律师 大家靠他发财 为什么没有廉耻 没有真假善恶之分 没有真假善恶的标准 没有道 没有德 没有 起码的对死者的敬畏 对悲剧的这种反思 因为没有信仰 没有宗教 就没有宗教没问题 你不能没信仰 对上天之敬意 对这个几千年来人类上集结的各种的宗教 这种敬畏之心都没有 一切都否定 只相信钞票 今朝悠久 今朝醉 都是这种思路 官场上 哪个不是这样 我原来说过那个岳文海 岳文海 那个财政部的 这个 王宝尔部长 包括抓起来的邹来镇 包括那大帅哥 张副部长 张绍春 全都是岳文海介绍给我的 这些人都被抓了 岳文海啥事儿没忧 啥事儿没忧 这不是荒唐吗 原因是啥呀 安全部 中纪委 又贺南班在帮助他们 还有一个 他送了太多人赐话 给太多人送了美女 没有人查他 所以说 什么叫反腐啊 反的谁叫腐啊 对不对啊 你不就是选择反腐吗 反腐是一个咒识斗争的工具 根本不是为人民所获 争取的公平和正义 或者争取利益 或者是保护党的 国家的人民的利益 都是瞎扯的 这是个最简单的例子 太多了这例子 我举不完 关于爆料 文贵正在等待着一个最佳的时机 现在把所有的目光和精力都让给委内瑞拉 马来西亚 马航 大家注意到了吗 马航 马哈迪尔前天说了 只要是有新的证据 马航事情就重新调查 什么意思啊 给中国做交换 把刘特佐给送回来 马航的事情我可以咱们商量的来 不送回来 我就把马航重新调查 马航事件是文贵爆料的一个关键点 关键事件 一旦马航事情重新调查 又重新的真相出来 这个爆料革命将走出新一个台阶 亲爱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看看我现在每天十几个小时 我做那么多事情 很多不能给你们分享 因为都是签法律协议的 但未来你们都会慢慢知道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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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一切 二十九年 我们如果大家都行动 今天一切都将不同 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是中国的 有可能是下一个的中国的翻版 所以我们要制止 今天的马利西亚说明了中国对外扩张的失败 我们人民不能被绑上战车 我们正在做一切杨谷深陷新大县 咱最后看结果说了算 谢谢亲爱的战友们